就是這三行 那這三行其實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加4 這個要減1 OK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還有這個物件叫儲存格 OK 所以如果這些東西 假設你會搭配 加進去 就有畫龍點睛的那個味道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還僅止於 那個CHAGP餵養的階段 以後你如果會的話 你什麼都可以自己寫 它可以幫你寫個大概 你再把它補進去程式 就OK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放哪裡 我底下有把完整程式放進來 在這裡 當然你不要放錯位置 應該就OK了 所以最後總結一下 其實基本上 我們剛開始是用 這個函數寫出來的 這一串 天啊 有沒有 所以這一串呢 當然不是很OK 為什麼 如果像這一串 假設我們剛剛這個問題 又多了一個部門的話 哇 那這個公司應該沒辦法了 我已經滿想了 你們可以試試看 看請CHAGP幫你 把剛剛的公司 也能夠產生部門看看 即便可以 我看應該也很複雜 不過結果 我自己試過像這種問題 通常是不行 最後還是要寫VBA 所以最後的話 基本上我們大概寫了幾個VBA 第一個的話 好像就是先產生這個部分的 然後再產生部門 最後有個清除嘛 所以我是建議最後 總結一下 就請各位在旁邊 自行再增加什麼 增加按鈕 所以第一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分欄好了 所以 哇 這這麼多個 我們這個是第一個分欄 好像我們有兩個 這個是Offset 有沒有 這個是沒有Offset 把它改成不是Offset 然後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名稱我把它改成叫分欄好了 不是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清除好了 因為清除我們剛剛已經做了這個 這個是我們自己寫的 名稱我把它改一下 OK 這個清除 這個是清掉嘛 這個是分欄 那這個分欄的話 只會針對那個什麼 到這四個 那如果部門要加上去的話 我們剛剛又改了一個部門 所以就是分欄 那名稱的話 也許 你把這個貼過來之後按右鍵 重新再指定好了 好像這一個吧 那我這個Sup名稱不改 我就直接改這個上面按鈕名稱算了 名稱的話 加上一個部門好了 OK 好這樣子清掉 這個是沒有部門 這個是加上有部門的 OK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要做的啦 所以回去 我是建議你大概從頭再來過算了 就是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你試試看能不能做第一個 可以的話呢 再試試看第二個 如果兩個都OK的話 那這一題表示你會了 那再來你可以找找看工作上有沒有類似的 如果也可以做出來 我相信你應該會發現有成就感 OK 那這個 這個範例的話 我想就先到這邊 最後記得 令存新檔的時候 一定要啟用聚齊的活躍布 這個一定要啟用 那把它儲存好了 把它換個名稱好了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就是再來 這一題就ending 那待會兒 不過今天時間可能 可能來我大概開個頭 你們回去想想看 再來的話 326這個叫做班級成績查詢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應該也蠻容易理解的 那首先的話呢 H2這個儲存格 有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已經做了 前面有沒有講過 下拉清單怎麼做呢 這個你們可以從資料有沒有 找到哪一個呢 這個叫什麼 資料驗證 不過它好像變小說 就這個啦 它變成一個很小的說 之前是資料驗證比較大 但是現在改成這個 所以游標放這邊 找到什麼呢 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已經做好了 下拉清單怎麼做 第一個 把好像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任意值有沒有 把它改成清單 那第二個的話呢 來源 我們本來是把它定義名稱 等於那個名稱或那個表格 可是呢 如果假設你這個來源的名稱 是蠻固定的 假設只有固定三班的話 那你就會一班 有沒有發現 痘點 記得這個半型 二班 痘點 三班 當然如果你有四班 就痘點 四班也可以啦 這個是寫固定的哦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可以是一個表格 然後你把它定義成名稱 用那個名稱也可以 應該還記得吧 前面有沒有做過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邊就有個下拉清單 可以讓你選哪個班啊 不過你說老師 那這個哪個班要幹嘛 其實呢 這一題哦 主要是希望 請你們思考一下 當我選了一班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 前面的話有個表格 表格的欄位數量 好像跟這邊不太一樣 這邊有五欄 這邊有四欄 為什麼 其實如果你選了一班之後 欸 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自動幫我 把一班的資料有沒有 全部放過來 當我選了二班的時候 幫我自動把二班的人放過來 那當然原來一班就把它清掉了 OK 所以有點像是 你可能類似像 各年度報表也可以的 不是哪個年度點一下 那個年度報表自動出來 點一下 下拉清單 或者哪一個月份的報表 點一下 那個月份的報表自動帶過來 有點類似像這樣的味道 那這個應該怎麼做 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或者問一下 CHARDPT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方式 當然 其實如果假設用公式 以這一題來看 好像真的也不太OK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可能還是寫VBA 會是比較好的解法 當然 不過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這個其實會有把 那個相關的補充資料 一樣先把它放在326裡面 那當然呢 理論上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其實有啦 這裡的話我發現了一個 有一個蠻簡單的函數 叫Filter Filter的話其實就是篩選 篩選什麼呢 一個條件 有沒有 條件放這裡 那篩選的來源在這裡 所以如果等於2 符合的話 自動把資料帶過來 我發現這個應該OK 有沒有 所以把這個Ctrl-C Ctrl-V過去 那你們可以先看看這一題 來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請各位先看看 那個326的班級成績查詢 那我們希望得到的結果 就是看能不能下拉清單 選其中一個項目之後 自動把那個班級 符合條件班級的那個資料 call過來 那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OK 那同樣啦 以這個問題也是經常會有需要啦 就是你要切換不同的資料的時候 那以前的話變成你要自己手動做 那如果有個下拉清單 當然會方便許多 可是要怎麼做 以目前這樣看起來 內建函數其實是可以啦 只是我之前做過 裡面可能至少要很多個函數組合 裡面其中大概有if啦 什麼small啦 index啦 ifale 那反而做完之後 還不如 而且最後還要執行正列 所以最後倒不如乾脆寫VBA算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用那個 chargeB幫我試試看 我試了一下發現OK 那這個部分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你們先試試看 這個我想我們下一次再看好不好 那除了326這一題 下一次還有一題也更複雜的 就是什麼所屬單位查詢 OK 這個的話內建的 嗯 盤數應該也沒辦法辦到 OK 所以這個我想如果有326 我把時間回去試試看